第31集 在席面上听众人夸口,盛宏心中得意。 看看左边的知父大人,想起他那斗鸡走狗的败家子。 看看右边的通判大人,想起他那寻花问柳的猪头仔,心里真是舒畅极了。 里头的女眷宴上,王室也是风光体面。 一众官太太们产辞全勇,家中有侍领女儿的还隐隐透出想要结亲的意思。 王室一概装傻充愣,只晚上与盛宏说了。 骄傲自豪之情易于言表,宛如农家大嫂辛苦多年收获的大白菜受人赏识了一样,都是土地好啊。 盛宏一口回绝。 太太莫要心急,百儿是长子,她的婚事自当郑重。 这会儿啊,且不急着与她说亲,待到明年开了春围。 若是姓榜提名,再与她找一家名声好家是好的亲事才是正理啊。 若是不重呢,难不成非得等到重的壮严才成亲? 可别耽误了百科的年纪。 只等明年再世,若是不重,我也不会非等到三年后。 太太要为百儿想想,我这辈子是入阁尽中枢无望了。 了不起将来混个堂馆,有个三瓶体面容秀变足了。 百儿将来在朝堂之上,总是由恩师童年提携。 也不如找个后世的岳家才好啊。 那些轻贵的书香人家找女婿,起码也得挑个进士吧。 这番话,原是二十年前圣老太太与圣洪说的。 当初,她也是刚中了举便有人上门提亲, 却被圣老太太拒都回绝了。 说她父亲早亡,圣家又是经商起的家。 除了几个念旧情的王妇童年, 朝中并无人提携。 这才巴巴等到圣洪次年中了名字靠前的进士, 才娶到了王家二小姐。 之后,虽是圣洪自己上进, 却也受岳家注意匪浅。 现在想来,圣洪官场顺遂, 从未被上司欺压刁难。 官场上人来人往也多有体面, 焉不知不是恩师杨阁老和王家的面子。 圣老太太实事真知灼见。 齐衡的成绩约挂贵榜百名, 不过像齐家这样的权贵公侯之家的子弟, 齐衡简直是奇葩。 据说,从太祖时代算起, 整个大周朝封了爵位家族的子弟, 考上科举的不超过四十个。 虽然他们做官的不少, 但大多都是殷袭恩丰或后来捐官的, 总觉得在正途科举出身的同僚面前, 有些直不起腰来。 这次齐衡考举, 齐大人和平宁郡主大喜过望, 连忙传信给京城的齐国公府和襄阳侯府, 一时间齐衡成为了全国王孙公子的杰出代表之一。 相比圣家只是办了几桌严席, 齐家摆了半个城的流水宴, 光门口的鞭炮就放了几百两银子, 还扛了几箩筐白面馒头施舍于穷人。 第二日,齐大人和平宁郡主便带着他们新出炉的举人儿子齐衡, 上圣府联络感情。 明兰清早刚起床, 正坐在静台前打哈欠。 一听说姑娘们要去见齐大人夫妇, 立刻让单局把刚梳好的凡碗锤剂打散了改成锤条双环剂, 插上一对赤金蝉丝玛瑙瑙花的小流苏钗, 穿上一件浅玫瑰红绣嫩黄折之玉蓝于浅金腰背的胶领断袄, 配月白素段细折长裙。 胸前依旧是那幅金光灿烂的项圈和寓所。 打扮妥当后让圣老太太看了, 圣老太太觉得太简单, 又叫取了一对金丝香粉红芙蓉玉的镯子给明兰戴, 谁知明兰手小不好戴, 圣老太太叹了口气, 便换上两对欠男猪的赤金角丝瞎须拙。 明兰抬起胳膊看, 只见滚圆白胖的手臂上各悬着两只叮咚响的镯子, 顿绝吃力。 齐大人长得不如圣红儒雅宣昂, 但盛在一股子尊贵之气, 看着比郡主娘娘好说话, 见了圣府几个儿女都一一问了话, 然后让郡主分送了一个沉甸甸的锦绣荷包, 圣老太太受过礼后便回去歇息了, 留下两对夫妇和几个孩子说话, 因齐家和王家还有几分七拐八拐的经济关系, 论起来算是表兄妹, 所以也不多避嫌了。 齐大人捋着恶下微虚, 看着很开朗, 多亏了庄先生辛苦教导, 方有我儿今日, 本想好好谢谢, 谁知先生今日告了假去走亲房友, 只好等下回才登门道谢了。 那段日子啊, 庄先生给他们两个人上课, 一日都不曾歇, 着实累了, 他们前脚去济南, 这庄先生后脚就躺下了, 起来后说呀, 要趁着他们赶考还没回来, 赶紧去走走, 否则一开始上课呀, 又不得空了, 回头等庄先生回来, 咱们摆上一桌, 好好喝一杯。 齐大人机长大势赞同, 转而又叹道, 庄先生真有古上人教书育人, 惹臣严谨之风啊。 盛大人能请庄先生至灯州, 真是便宜了我家恒儿, 这些日子恒儿与府中多有叨扰, 太太更是费心费力地照看着, 我这里多有过意不去的, 就怕误了府中哥儿读书啊。 几个哥儿一块读书, 倒比读哥儿的强些, 恒哥又是个懂事之理的孩子, 谈不上什么叨扰的, 郡主娘娘大可放心。 郡主扶了扶并边的朱差, 看了一眼长白, 眼中颇有满意之色。 这倒是, 你家大哥儿有恒儿一起读书, 此事更好了。 话说得很有理, 神色间却难掩一股傲色, 仿佛齐恒在圣府读书 是给了他们面子似的, 王氏眼神低垂, 不语。 这种时候, 就看出圣洪的本事了。 明兰第一次看见自己父亲在上级面前的表现, 不卑不亢, 长袖善武, 说话得体又知道尊惠, 他朗声道, 读书靠的多是自己用功, 那些苦寒出身的世子, 何尝有这般那般的讲究? 太祖爷时的流理二相, 先帝时的三阳, 纵横百合, 运筹帷幄, 何等能耐, 他们可也都是贫寒子弟出身的, 那可真叫人佩服。 开国流相正是齐大人的外祖父, 齐大人素来最敬仰这位先祖, 听了面色大好赞道, 正是, 咱们两家虽家境好些, 可你们也不许懈怠, 多了祖宗的名声。 这话是对着男孩子们说的, 圣家三个男孩和齐横一起站起来, 垂手应声, 齐大人见圣红的三个儿子, 都生得眉目清秀, 不由的道, 圣兄好福气啊, 三位公子居是一表人才。 接着又看看几个女孩道, 儿女旺盛乃何家之福? 郡主娘娘顿时神色有些不自在, 不过这寂寞不渝转瞬即逝, 见郡主不高兴, 王氏自是知道前后的, 便笑道, 虽说托子多福, 可咱们又不是那装护人家, 急着等男丁干活征产, 所谓儿好不用多, 要是争气呢, 一个就够了, 要是不争气啊, 越多越头疼, 姐姐说的是, 郡主娘娘说着, 随手拉过一旁的如兰, 细细看起来, 不住地夸她, 端庄大方, 十分喜欢等等, 又摘下腕子上的一个玉琢, 给如兰套上, 如兰被夸得满脸通红, 神色间颇有得色, 故意瞥了墨兰和明兰一眼, 眼中似有示威, 墨兰脸色苍白, 自她进屋后, 只接过礼物时说了句话, 至此便没有机会开口, 细白的手紧紧攥住手绢, 明兰正捏着那个锦绣荷包细细感觉, 踩夺着里面是什么, 根本没看见如兰的眼色, 这边郡主和王室拉着如兰说话, 那边圣红和齐大人正对着四个男孩考教学问, 齐大人早年也是一上进青年, 可惜还没等他去考科举便受了阴风, 虽说后来官做的不小, 但看见那些正途出身的科甲官员, 总觉得底气不足, 所以对读书好的少年郎都十分赏识, 问过几句后发觉长风侃侃而言出口成章, 而长柏却惜字如今, 一派虚寒若骨, 齐大人忍不住对圣红言道, 贵长公子端得一副当年王家老大人的品格, 他口中的这位王家老大人, 便是王室的王妇, 长柏的外祖妇, 这位王家外祖妇当年是屈指可数, 得了善终的能臣干力, 历经三朝不倒, 低调沉稳, 无论高起低落都荣辱不惊, 无论伺候哪个皇帝, 就算一开始有心结, 最后都不得不欣赏重用, 堪称一代人结, 很可惜王家的几个舅舅才敢学问都并不出众, 但凭着祖婴和皇帝的顾念, 还是稳当地坐着官, 让圣红好生羡慕, 其实长柏的样貌酷似圣红, 但秉性却奇异地转了弯, 拷贝了四分之一血缘的外祖父, 圣红虽然不是很喜欢王室, 但对他带来的优良基因十分满意, 不过他当着面对行神皆似自己的赐子长风时, 心情不免又有些微妙的变化, 若真像了泰山老大人便好了, 就怕只是话虎不成, 不论多满意, 父亲嘴里往往吐不出 儿子的象牙来的, 圣红和齐大人扯着长百回忆起 王老太爷的英容笑貌, 王室和平宁郡主扯着如兰说话, 王室三句话不离本行, 忍不住夸起自家女儿 这儿好那儿好来了, 带到王室夸如兰夸到真现实, 郡主眼光闪了闪, 撇见一旁幼小娇憾的小明兰, 心里一动, 呼道, 我正要说这个呢, 说起来呀, 我要谢谢你家六姑娘了。 王室呆了呆, 平宁郡主笑着把齐恒招过来, 齐恒看见坐在一旁的明兰, 小女孩正一脸茫然, 齐恒好笑, 便细细说了原委, 那日圣老太太太吩咐明兰给长柏做些活计之后, 明兰立刻贯彻执行, 她打听到了考场之内所有的衣物都不能是夹层的, 又想到秋身天寒, 便从库房里找出一大块厚容来, 细细裁开了, 坐成了一对从脚尖一直套到大腿的护膝, 嗯, 类似长筒袜, 谁知叫某天来蹭饭的齐恒看见了, 觉着好玩, 便也要了一对, 再奉上一本绝版的镜花错针谱后, 明兰勉为齐难地答应了。 长柏这时也过来了, 站到王室身旁, 温言道, 刚到济南, 前两日还好, 谁知开考前一日, 天儿忽然阴冷起来, 坐在那石板搭的号舍里头, 一股子寒气又从脚下往上满眼来, 亏得有六妹妹做的呼吸, 一点都没动着。 恒儿, 还不谢谢六姑娘, 她小小年纪就这般的伶俐, 真是难得。 谢是要谢的, 可账也是要算的。 什么账? 如兰惊疑不定地去看明兰, 齐恒走到明兰面前, 哼道, 你在我那护膝上秀了什么? 明兰把小手一摊, 无辜道, 没什么呀, 考场里不准有字的, 我就秀了个记号在护膝上, 免得丢了呀。 齐恒笑出一口漂亮的白牙, 就知道你个小丫头会赖, 然后转身对一个小丫头吩咐了几句话, 转过来继续说, 她在泽成兄的护膝边上, 各秀了一颗小小的松柏, 端得是苍劲挺拔, 可是在我的护膝上秀了, 哼哼。 这时那小丫鬟回来了, 齐恒接过丫鬟手里一团毛茸茸的雾势, 拿到众人面前, 只见叠得好生整齐的一团绒布上, 闪着一小片东西, 众人凑上去瞧, 上面端端正正, 绣着一只小小的金元宝, 圆滚滚胖嘟嘟, 憨态可居, 甚是有趣。 这是何也? 恒儿自圆弱, 圆宝的圆, 你别绣了这个。 明兰红着脸点点头, 一小下一小下地缩到长柏背后去, 长柏也很讲义气地挡在前头。 大家看看俊秀飘逸的旗横, 再看看那只肥头大耳的小金元宝, 顿时都笑了起来, 连如兰和墨兰也捂着帕子笑着, 小长洞咽着小嘴咯咯不停。 齐横故意捏了把明兰的小耳朵, 即便我比不上你兄长, 也不至于像只金元宝呀, 小丫头, 你偏心偏得没边儿了, 瞧我以后还给不给你带好玩的。 明兰被当众揪耳朵, 白胖的一张小脸窘得战红, 用力扯开齐横的手, 拼命争辩道, 你字里面的圆和元宝的圆不都是一个字吗? 金元宝那么大那么胖, 可费了我不少金线呢。 你不喜欢金元宝, 那我下回给你秀元宵好了。 众人几乎笑道, 那边的齐大人和圣红也听见了, 圣红指着明兰笑道, 你一个小丫头, 头快胖得跟元宵一个样了。 明兰一边捂耳朵, 一边卖傻装乖, 偷眼去看王室, 发现他似乎并未不高兴, 有些放心, 再去看如兰和墨兰, 却见他们脸色略有僵硬。 明兰心里一沉, 他很清楚, 他扮演无知孩童的日子, 已经不多了。 明兰很清楚, 自己住在寿安堂的好处, 不单是吃穿用度的提升, 而是一种舒畅的生活节奏, 不必养人鼻息, 看人脸色, 可以娇憨自在地过日子。 在寿安堂住了这么些年, 明兰从来不曾受到过王室的刁难, 和兄弟姐妹更是没说过几句话, 每日和圣老太太腻在一块, 在他跟前读书写字或做针线, 晚上便睡在老太太的隔壁。 如兰每次心理不平衡时, 也想给明兰寻些麻烦, 可如果他要找明兰, 必得经过重重关卡, 寿安堂大门, 正屋里的房妈妈, 烧尖里的崔妈妈, 带他一路杀到梨花厨, 逮住明兰, 圣老太太就在隔壁念经, 连给王室请安都被老太太推说, 年纪小身体不好给赞免了。 第32集 自从搬进寿安堂, 再无一人给明兰受过气, 白过眼。 圣老太太对她的种种维护, 明兰心里一清二楚, 也万分感谢。 可是随着墨兰搬入微蕊轩, 明兰知道, 这种愉快的日子快要结束了。 长百重举回来后一日, 王室来请安时, 笑着对圣老太太说道, 姑娘们渐渐大了, 该有自己的屋子了, 魏蕊轩如今还空着一处, 不如让明兰搬过去, 也好让他们姊妹多相处些日子, 回头嫁了人, 也不知何日才能相见。 在礼物写字的明兰听见了, 心里咯噔一声, 看了一眼抗击对面正帮她摸摸的单局, 她也是一阵, 外间一时无声音, 只有圣老太太嘀嘀的咳嗽声, 这时房妈妈笑着说, 太太说得是, 昨儿老太太还同我说, 让六姑娘自个儿住, 可是太太也知道, 这些年亏得有六姑娘, 这寿安堂热闹活泛许多, 老太太身子虽说好些了, 可这要是…… 房妈妈托长了声音, 王室神色有些尴尬, 倒是我疏忽了, 自然是老太太的身子要紧, 只是叫别家知道, 家里就明兰没自己屋子, 还以为我刻不明兰呢。 太太说得也有理, 不但他们姐妹要多处着, 姑娘大了, 也得学着管自己的屋子, 没得老腻在祖母身边长不大, 是以老太太说了, 不如就将寿安堂东侧 空着的那排屋子收拾出来, 让六姑娘住, 那离寿安堂, 魏蕊轩都近不是? 这个提议十分和谐, 王室同意了, 立刻指挥人手收拾屋子去了, 明兰坠坠地从里屋出来, 走到圣老太太跟前, 低着头拉着祖母苍老的手, 摇啊摇的, 圣老太太把小女孩拉上炕床, 心疼地搂着, 良久方道, 你总得学着自己过日子, 怎么管制丫鬟婆子, 迎前收支, 和兄弟姐妹们来往, 祖母不能挡在你前头一辈子啊, 明兰抬头看着圣老太太, 布满皱纹的脸, 灰灼老麦的眸子, 只觉得心里一酸, 蒸蒸地掉下眼泪来, 埋到祖母怀里, 明兰会乖乖的, 一定不给祖母丢人。 小姐住的秀楼多是南方特产, 北方人素洗高阔爽朗, 所以流行独立小院, 寿安堂东侧那处小院, 原先不过是个赏雪看湖的别院, 规模不及微蕊轩一半大, 王室连着收拾了三次, 圣老太太看了都不喜, 说太过简陋不是居住, 被圣红知道了后, 立刻请了尼瓦木匠将将那小院里外整修了一遍, 重新粉刷油漆休气, 足足弄到过年, 圣老太太才点头, 发话等开年便让明兰搬过去。 经过这一折腾, 圣府上下都知道六姑娘明兰是圣老太太的心头肉, 便是搬出了寿安堂, 众人也不敢怠慢轻视。 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年明兰过得格外抑郁, 给祖宗排位磕头时眼泪汪汪, 看着烟花都会平白掉两颗泪, 日日扭着圣老太太不肯放手, 连睡觉都赖在祖母屋里, 常常睡醒了脸上都是湿的。 圣老太太美美瞧见了也是一番叹息, 却并不言语。 出了正月, 老太太挑了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 房妈妈点起了兵马, 将明兰的一杆务势打点清楚, 浩浩荡荡地搬家去了。 明兰拜别了圣老太太,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寿安堂。 这个世界, 她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避风港湾, 那里有全然无私关心她爱护她的祖母, 可是这世上没有人能为她遮风挡雨一辈子的, 这世界终得她自己去面对。 搬新家的前一天, 明兰捧着新做好的扇套去找圣长柏, 请她给自己的小院提个名字, 其实明兰倒有一肚子的好名字, 什么萧香馆、横吾苑、秋爽斋、 道香村、卢雪庵, 一个比一个文邹邹的, 只是想起那些薄命女子的下场, 觉得还是不要触这个眉头的好。 长柏哥哥收了润笔费, 立即文思泉涌, 大笔一挥, 木苍斋。 木苍斋有三间坐北朝南的大屋, 正中被明兰坐了正堂, 充当客厅, 左烧间坐了卧室, 右烧间坐了书房, 大屋两侧各一间耳房, 前后再两斤爆煞, 供丫鬟婆子们住, 这地方十分临近寿安堂, 基本上被寿安堂外的园子包裹在里头, 一条回廊连接两地, 如果这里明兰惨叫一声, 那里圣老太太立刻就能听见 赶来救火。 老太太用心良苦, 明兰十分感动。 圣家六姑娘的基本配备, 是崔妈妈一名, 大丫鬟两个, 小丫鬟四到六名, 外屋的杂一小腰不等, 比墨兰如兰的排场是差远了。 不过木苍斋园就小, 明兰又怕人多是非多, 乐得顶着谦虚的名头不添人, 矿妾圣红素来众官生, 不肯弄出娇奢之风, 是以圣家小姐的月礼银子是二两白银, 不过这是明面上的账, 事实上如兰有王室资助, 莫兰有林姨娘赞助, 圣老太太也每月给明兰另行送钱, 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乔迁那日, 圣老太太坐镇正堂, 兄弟姊妹们都来祝贺, 常摆哥哥送了个润泽如玉的乳瑶花囊, 上头还插着几只鲜嫩的红梅, 如兰送了一个雕花彩绘的花鸟大理石笔筒, 长峰送了一整套山海制, 墨兰送了一对手术的门帘和一副清秀渔翁垂吊图, 最后长洞畏缩地拿出鹤礼, 乡姨娘亲手绣的春夏秋冬四季整套杖帘, 分别是翡翠蓝杏四色, 绣着四季斑斓的花鸟鱼虫甚是精致, 看着长洞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宁兰偷偷凑到她的耳边, 告诉姨娘,我很喜欢, 小长洞立刻面上喜色, 第二天一早, 宁兰破例没有睡懒觉, 早早到了寿湾堂请安, 乔剑也是眼皮发肿的圣老太太, 祖孙俩搂着又是一顿好绪, 圣老太太把明兰前前后后看了一遍, 活四孙女在外头睡了一觉, 并掉了三斤肉一般, 叨叨着问暖阁漏不漏风, 地龙热不热, 抗床烧得怎么样, 坐在一旁的王室端着茶碗, 表情有些复杂, 早年婆媳没有闹翻的时候, 她也当过一阵子好儿媳, 其实圣老太太这人颇难伺候, 并性高傲清冷, 多说笑两句, 她嫌人家闹, 多殷勤些, 她嫌人家烦, 多关心体贴她些, 她又觉得被人干涉, 即便是当初的林姨娘养在她身边时, 也没见她怎么热络, 因此王室当初便不愿意如蓝来寿湾堂受冷遇, 也不知道这六丫头烧对了哪路香, 竟这般受宠, 当初刘坤家的提醒, 该把明兰牵出来了, 她并不放在心上, 细想起来倒是有理, 如果将来非要将明兰记在自己名下, 那自己也得端起嫡母的款来, 该培养感情就培养感情, 该教导就教导, 而且姑娘家大了, 老是在寿湾堂里, 那齐横进进出出的多有牵涉, 也是不好, 重要的是, 最近陡然发现, 在老太太的教育下, 明兰行指得体, 读书女工都多有敬意, 反观自己的如蓝, 却依旧一派天真直率, 专会和墨兰斗气使劲, 全无掌尽, 把明兰牵出来, 也好让如蓝多和他处处, 多少有些好影响, 没了, 王氏在外头也有个好名声, 想到这里, 王氏心情舒畅许多, 端起茶碗瞎了一口, 三个女儿请安, 比两个看起来排场些了不是? 搬入木苍斋第二天, 明兰就积极地履行了义务, 在收完堂吃过早饭后, 让丹菊看家, 带着小桃和燕草去了正院给王氏请安, 看见两个姐姐已经坐在房里, 正面是扑紧堆棉的炕床, 墨兰和如兰面对面地分坐在两边, 时不时冷眼对看上一眼, 宛如王八和绿豆, 明兰暗叹一声, 终于开始了, 明兰走到当中, 笑道, 两位姐姐好, 瞧着, 是我迟了? 一边说, 一边不动声色地坐在如兰旁边, 只是老太太拉着她多说了两句, 收完堂离王氏这里又远, 不过如果她能拿出当年八百米达标的功力来, 也能及时赶到, 可惜这年头的小姐连大步子都不能卖一下, 害她只能关起门偷偷做些广播体操和瑜伽锻炼身体。 莫兰当即冷笑了一声, 哼, 六妹妹是老太太心头肉, 便是迟了一会儿, 又有什么打劲, 难道太太还敢为了这一颗半颗的池, 来责罚妹妹不成。 明兰摸摸自己的袖子, 把衣巾抚平了, 如同抚平自己的心情, 慢条丝理说, 四姐姐一大清早, 好大的伙计啊。 听姐姐说的, 太太若是不责罚我, 便是太太没胆量, 若是责罚了我, 老太太未免觉得不快, 姐姐一句话, 可绕上了两位长辈啊。 如兰睁大了一双眼睛, 转眼看着明兰, 满眼都是不敢相信和窃喜, 那边的墨兰也是被掖住了, 作为穿越者的明兰可能不怎么记得, 可是墨兰却清楚地记得, 五岁前的明兰是何等懦弱好欺负, 她不止一次使唤差遣过她, 如兰也对她呼呼喝喝不知多少次, 可之后明兰被带进收安堂后, 便好几年都没怎么相处了, 平日见面也只是客套地说几句, 印象中只记得明兰十分老实懦弱, 呆呆傻傻的, 墨兰目光陡然锐利, 你, 你说什么, 你怎能如此污蔑? 和林姨娘一样, 墨兰果然是外头柔弱, 内力强悍, 其实, 如果是真柔弱, 又如何混得今日风生水起? 哦, 看来我误会了, 原来四姐姐不是想让太太责罚我呀, 墨兰气得内伤, 如兰张大了嘴, 心里大喜, 喜滋滋地挽着明兰的胳膊, 轻热道, 六妹妹以前身子不好, 叫老太太免了给母亲请安, 今日第一次来, 迟了也没什么, 是才香姨娘服侍我娘吃过早饭后, 刘妈妈找母亲有事, 几位姨娘也叫去了, 这会儿也还没出来呢, 不妨试的。 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的朋友, 这是王氏传给如兰的理念, 平日里, 他和墨兰斗嘴十次里倒是有七次要输的, 如今凭空降下外援, 立刻精神大震, 明兰如何不知这里面的弯弯绕, 只不过选择站边最忌讳的就是, 墙头草, 摇摆不明, 有魏姨娘的死在前头, 她和林姨娘这一边, 是好不到哪里去了, 如兰找到了战友, 拉着明兰说东说西的, 一会儿说新近的袍子肉好吃, 回头送些去给明兰, 一会儿又说, 她新得了付久久消寒图, 要和明兰一起看, 小时候六妹妹就和我住一块的, 可惜后来去寿安堂, 见不怎么亲近了, 要是咱们住一块儿就好了, 墨兰早已平复下怒气, 斯文地用茶碗盖拨动着茶叶, 戏谑道, 五妹妹真说笑了, 六妹妹在老太太跟前吃香的喝辣的, 可疯光着呢, 如何肯来微蕊呢, 唉, 这说起来, 我是个没福气的, 当初进不了受安堂, 可五妹妹比我们俩强多了, 怎么老太太也瞧不上眼呢, 要论道行, 如兰的确不如墨兰, 她骂人在行, 这种精致的斗嘴, 却往往会被拿住马脚, 这一句话就被顶住了, 捏着明兰的手立刻收紧, 明兰哀悼着自己发疼的胳膊, 四姐姐真逗, 当初五姐姐和太太是母女情深, 舍不得太太才为难的, 四姐姐倒是大孝顺, 可老太太总想着, 莫要拆散人家骨肉, 这才挑了我的, 如兰立刻受到提醒, 吐斥笑出来, 对呀, 四姐姐倒是大孝顺, 舍得离一娘, 可老太太却不忍心呢, 随即放松了手, 明兰忙不迭地抽回自己可怜的小胖胳膊, 莫兰站起身来, 看着明兰一字一句道, 你竟敢如此议论, 长辈和姐姐? 我如何议论了, 四姐姐倒是指点下, 我哪句说错了, 说出来, 好叫妹妹改呀, 有本事, 你就从我的话里找出茬子来。 当初那个法官老太曾放言, 所谓法庭, 就是挤对人的法定地点, 辩论时, 句句条款张巨大头, 看着对事不对人, 其实都是对人, 打官司打的就是人, 别人还一句说不出来, 当年姚依依心水的那个律师帅哥, 可以把原告气得死过去活过来, 还很一脸诚恳严肃, 莫兰意外地瞪着明兰, 秀目大争, 明兰平静地看回去, 她不是故意要和莫兰斗, 但今天一进门, 莫兰便得理不饶人, 咄咄逼人聚聚藏力, 这会儿, 明兰若太示弱了, 那不但被如兰轻视, 还得准备好以后日日被欺负, 她亮出爪子, 不过是让别人知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她虽然没有亲兄姨娘, 可也不是全无倚仗的, 两个女孩目光对峙着, 空中火光四溢, 如兰大是兴奋, 两眼放光, 明兰轻轻憋过眼睛, 装作害怕的样子, 站起来走到莫兰跟前, 乖巧地扶了扶, 宫顺道, 都是妹妹的错, 若不是迟了, 也不会和姐姐嘴巴淘气了, 似姐姐默契, 妹妹给您赔不试了, 如兰心里大骂明兰, 果然没出息, 抗打击力度也太差, 这才坚持了多久呀, 立刻掳袖子打算参战, 这时门外帘子被彩环挑开了, 太太来了, 王氏进来在正堂当中坐下, 彩佩立刻给安上一个五环双幅圆扁的黄桶角炉, 跟着王氏进来的三位姨娘功力在一旁, 三个篮也站起来, 垂手行礼, 王氏抬眼看了看众人, 挥挥手道, 坐吧, 天快冷的, 把炉子生得旺些, 后一句是对着丫鬟说的, 彩环立刻从屋角拿出一个驱蚊双拐的火钳, 给当中的九节赞云龙纹八棱形白桶暖熏炉, 加了些银丝细炭, 屋子里暖和多了, 如兰咳咳嘴, 走到墨兰旁边坐下, 明兰知道规矩, 顺着次序挨着如兰坐下, 对面仪溜则是三个姨娘, 这边一排是景棉乙套的大乙, 姨娘那边则是三个圆墩, 这是明兰第一次见识正牌太太的款, 立刻联想到部队检阅, 王氏只差没喊两嗓子,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明兰思想无边乱散, 再细细打量对面的姨娘们, 这几年没见林姨娘, 发现她几乎没怎么老, 面旁依旧秀丽, 举止妩媚, 香姨娘容貌并不出色, 但总算有一种温柔入骨的味道, 平姨娘却是个美人, 樱桃小口弯眉细目, 可惜神色有些轻浮闪烁, 举止卑微色缩, 带着那么一股子小夹子气。 她们的身份分别是故旧之女, 太太陪房, 同僚赠妾, 加上死去的魏姨娘是外头拼来的良妾, 基本上妾室的来源就齐了, 明兰暗叹一声,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呀。 王氏喝了口暖茶, 对着明兰细问了几句心屋住的可还习惯, 明兰严格按照房妈妈教的礼数, 公顺的依依答了。 王氏本以为她久在老太太处受宠, 多少有些浇灌宠溺的不服管束, 正打算摆出架子来约束她。 没想到她这般恭敬有礼, 丝毫礼数都未错, 举止乖顺, 心里便十分宽慰舒坦。 王氏温和地对明兰吩咐, 若是还缺什么, 是管通我来说。 有了太太这句话, 明兰回头可要厚着脸皮来讨东西了。 王氏笑着又和明兰说了几句, 然后眸光一转, 呼得放下脸来, 宿色道, 是才我进来前, 你们姐妹在吵什么呢? 明兰心头一震, 王氏直接说吵这个字眼, 看来是要把事情挑开了说。 低头看向墨兰, 只见她不安地扯着帕子, 那边的林姨娘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轻笑, 明兰知道自己要被当枪使了, 便低声道, 太太恕罪, 是明兰不好, 头天来给太太请安去迟了, 姐姐们正在教我规矩呢? 王氏惊异地看了她一眼, 想着到底是老太太教出来的, 心里一转便有说法, 对着墨兰如兰两个道, 做姐姐的, 不是光斥责能耐, 既知道六姑娘头天到我这儿, 今日一早给老太太请安时, 你们就当提醒一二, 不是等着妹妹有了过失, 再来摆姐姐派头的。 就是如兰这么直肠子的, 也听出话里的意思了, 忍着笑道, 母亲说的是, 没提醒过妹妹, 便又有什么资格训斥人了。 墨兰低着头, 神色愤恨, 气得小脸通红, 一言不发, 明兰忍不住去看林姨娘, 只见她, 神色如常, 心里暗赞, 果然有道行。 在寿安堂时, 她就听说, 不论林姨娘事实上有多猖狂, 但从来不在明面上和王氏过不去, 说话做事, 也拿不出半分把柄, 反而有法子, 惹得王氏率先发火, 这样就算惹到圣红面前去, 她也不怕。 今天王氏难得逮着个机会, 发扬一下嫡母的光辉, 和颜悦色地对着三个女孩道, 你们亲姐妹, 何必一见面就剑拔弩张的呢? 我没向你们, 跟着有学问的先生读了许多年书, 可也知道, 做兄弟的, 做姐妹的, 有今生没来事, 自当有爱手足。 当初孔嬷嬷打你们手板子时便说, 一家子姐妹的, 要有罪同罚, 你们可别打完了板子就忘了疼, 欲声威严, 三个兰都起身懦生, 王氏感觉大好, 挥了挥手, 从内室走出两个十三四岁的丫鬟, 一个银红中傲青色笔甲, 一个翠绿长傲姜黄笔甲, 他们低头恭敬地走到当中, 给明兰行了礼, 王氏微微点点头, 又转向明兰, 你身边那些丫头啊, 是老太太给的, 虽是好的, 可到底年纪小了些, 崔妈妈是有家类的, 时时要回家, 不能整日服侍你, 我把银杏和九儿, 这两个大些稳重的, 不到你屋里给你使唤。 明兰心里笑了, 果然来了, 好在早想好了对策, 他心里虽并不奇怪, 可也不能显出来, 脸上装作恶然道, 太太把身边得力的人给了我, 太太没人使唤, 可怎么行? 王氏笑着白白手, 放柔声音, 对明兰道, 我本意啊, 是让你搬进薇蕊轩的, 可老太太舍不得你, 只好委屈你, 在牧苍斋了, 因地方小, 也派不了许多人, 可也不能比你姊妹的体统差太远了。 便是补上这两个, 你那儿啊, 还是比你两个姐姐人少的。 如兰清热地, 揽着明兰的胳膊, 笑道, 母亲, 你早该给六妹妹派人了, 回头我们上她那儿去做客, 别是没人伺候才好。 王氏白了女儿一眼, 薄称道, 当你是心疼妹妹, 原来是想着自己舒坦。 如兰吐着舌头, 撒娇地笑了, 香姨娘和平姨娘也凑去地笑着, 明兰觉得差不多了, 便顺从道, 既然如此, 我便谢过太太了。 王氏拉着明兰的小手, 慈爱地道, 这两个虽年纪不大, 却也在我身边调教了几年, 里外活迹都使得, 你便放心地使唤吧。 明兰一脸感谢幸福, 太太身边的人自然是好的, 我今中还来不及, 哪里会不放心呢? 又说了惠字话, 王氏便叫人散了, 如兰今日心情特别愉快, 指高气昂地从莫兰面前走过, 莫兰闷声不吭地跟着出去, 明兰跟着莫兰, 几个姨娘店后, 大家在门口便一一分开走了, 如兰打了个小小的哈欠, 自回了微蕊萱, 估计补眠去了, 林姨娘要回林七阁, 走前轻轻看了眼莫兰, 似乎打了个眼色, 乡姨娘和平姨娘, 默默地回自己屋子去了, 明兰朝着木苍斋方向走, 墨兰朝书阁方向走, 刚好两人顺路, 此时东寒未消, 湖面赴薄冰, 枝头掉枯叶, 配上稀稀拉拉的白雪, 隐没在地上, 真是肃杀净蜜, 姐妹俩安静地走了一小段, 谁也不理谁, 墨兰忍了又忍, 终于忍不住, 六妹妹好福气, 太太这般看重你, 到底是老太太那边养的, 姐姐便是拍马也赶不上, 明兰叹了口气, 这一上午, 她过得十分劳心, 实在不想费力气教育小女生, 但想了想, 觉得还是早些把话说明白得好, 免得以后战斗不止, 于是止住脚步, 转脸对旁边吩咐, 鲜草, 你先领着两位姐姐回去, 叫丹局给照一下, 小桃, 秦桑, 你们俩到湖边, 捡几块圆些的小卵石, 我那鱼刚大了, 多放些碗衣才好看, 是, 他们应声去了, 随即明兰转脸直直地看向墨兰, 墨兰争了争, 她也是水晶心肝般的人, 旋即明摆明兰的意思, 想起她今日心里的怨言还没说痛快, 叫丫头听见也不好, 便直言秉退自己身边众人, 姐妹俩走到一棵枯树下站定, 墨兰拢着一个浓厚皮毛的手笼, 看向远处捡石头的小桃和秦桑, 冷淡地说, 六妹妹有何见交, 明兰挑了挑眉, 正色道, 姐姐是个聪明人, 明兰面前不说暗话, 咱们家儿就摊开来说些心里头话, 墨兰听见这番利落的言语, 有些吃惊, 拿眼睛去挑了下明兰, 只见明兰深吸一口气, 滔滔道, 自大姐姐嫁人之后, 家里就只剩咱们姐妹三个, 说句心里头话, 论相貌, 论才学, 甚至论父亲心里头的位置, 姐姐都是家里头一份的, 好话人人都爱听, 何况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 墨兰听了, 冷淡的表情果然松了松, 明兰见开头很好, 便挑起话头, 四姐姐唯一差的, 不过就是个出身罢了, 墨兰立刻脸黑了, 明兰不敢耽搁, 紧接着说, 若是四姐姐也是太太肚子里面出来的, 将来便是大姐姐般的福气也当的, 可老天爷安命, 偏偏给四姐姐差了这么一招, 墨兰目光极是不甘, 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可到底把思绪散开去了, 没有纠结在刚才的口角上, 明兰小心翼翼地带入正题, 四姐姐, 我说一句不当说的, 我也是输出的, 除了老太太连心鞋, 样样都比不上你, 姐姐又何必与我置气呢? 墨兰一惊, 正眼去看明兰, 只见她也直直地看着自己, 明兰虽身形未脱了婴儿肥, 周身却不见了那股子孩子气, 一双点漆般的眸子沉静如深湖, 闲静真雅, 竟如个大人般了, 墨兰迟疑道, 妹妹多心了, 我何乘与你之气, 不过今日说了两句罢了, 也不知为何, 墨兰自觉气势弱了不少, 是才斗口角的怒气也不见了, 明兰看墨兰不肯承认, 也不多说, 笑道, 庄先生曾经说过, 这世上之事, 最终都是要落在丽孩儿子上头的, 咱们同为庶女, 可姐姐尚有林姨娘护着, 像有三哥哥保着, 笔之我不知强出了多少, 这例子我便比不上, 再者, 姐姐品貌出众, 人所共见, 且心有林芸智, 姐姐是知道老太太喜好的, 妹妹受老太太教养, 只知道木头人士的低头过日子, 这害字, 我与姐姐也全然没有, 咱们大可以和和气气地做姐妹不是? 墨兰听了, 心里翻江倒海般的涌动, 既有些得意, 又觉得被看穿了, 且辩驳不出什么来, 只掩饰着冷笑两声, 妹妹说得好一番道理, 顺才太太说, 你可厉害得紧, 明兰看墨兰脸色, 知道她已经被说通了, 不过是心里不服气便笑道, 人要脸书要皮, 妹妹我再不济世, 也得顾着老太太不顺, 交头一早给太太请安, 便落下一顿牌头, 又让教养我的老太太, 如何下得去面子, 就如姐姐, 你也得顾着李娘的面子, 是一般的道理, 咱们述出的, 尤其不能叫人瞧不起了, 不顺, 墨兰心里咯噔一声, 上上下下地打量明兰, 只觉得似乎从来不认识她般, 她素来自负口角凌厉, 如兰若是无人相帮, 那是常常被她挤兑, 可今日对着明兰, 她积无还手之力, 偏偏还觉得明兰说得很有道理, 句句落在心坎上, 自卑又自傲, 不甘又不服, 她的心里话被一语中地, 听着明兰缓缓缓的调子, 温和稚气的孩童嗓音, 她竟然也不觉得气了, 明兰看着墨兰神色变换, 直到今日算是达成目的了,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有这个好处, 只削把厉害得失说明白了, 对方就很容易接受, 要是换了如兰, 一旦一起用事起来, 便是道理她祖宗, 那也没用, 明兰转开头去, 缓缓地放松面部神情, 愉快地去看那边捡石子回来的小桃和秦桑, 拂过微微刺面的冷风, 却只觉得凉快事意, 目光转向寿安堂那两棵高高的光秃秃的桂花树, 心里一片温暖柔软, 反正她也不需要墨兰真心以对, 只要能和平相处就好了, 她自有真心爱她, 关心她的人, 上辈子有, 这辈子也有, 老天爷总算没对她这半个劣势太离谱。 她真是这么说的。 林依娘已换上一件半星的石青色绣白玉兰花的断面小袄, 头上沾了一支香蜜辣水滴状赤金钗, 半靠在炕头上拿着一卷书, 眼睛却看着炕鸡旁的女儿。 墨兰点点头, 慢慢靠到另一头挨着歇息, 神色有些不定, 林依娘目光中闪着几分赞赏, 笑道, 没想到, 麻雀付出几只凤凰蛋, 为依娘那般懦弱为懦的性子, 居然有这样一个闺女, 到底是老太太交出来的。 帘子一动, 一个丫鬟用乌鲤木雕的小茶盘, 端着个流金盏进来, 墨兰接过后轻轻喝了一口赞道, 这个尝着好, 上回太太送去薇瑞轩的那些烟窝盏, 又小又碎的, 一点味儿都没有。 随即挥手叫丫鬟下去, 放下盏轻声道, 娘, 你说, 明蓝那丫头说的能够当真吗? 林依娘扶了扶并脚, 轻哼了声。 也当真, 也不当真。 老太太的脾气我知道, 在她眼里, 富贵乡里出不了好人, 若是将来明蓝也这么着, 倒是与你犯不上了。 可也说不准, 这几年来, 瞧瞧老太太宠那小丫头的那个劲儿, 人活饭了, 渣也不吃了, 性子也活络了, 还不是怕自己熬不到六丫头出阁, 便拼着命地保养身子。 娘, 今天太太送了两个人过去, 莫非, 林依娘看着墨兰, 眼中满是骄傲。 到底是我儿, 机灵聪慧, 一点就透。 自打明蓝进了寿安堂, 老太婆也不再假模假式地扮清高了, 把那小丫头宠得哟。 今世做新衣裳, 明日打新手势, 翠宝斋的钗, 琉璃阁的玉, 瑞和祥的绸缎, 什么范林燕窝, 肥鹅大鸭子, 跟不要钱似的往宋安堂里送。 超出奋力地自己掏银子, 也全然不牵涉公罩, 太太便说不出什么来。 莫兰想起木苍斋的摆设, 虽不多, 却渐渐精致古朴, 看着便是有来历的, 心里不免有些愤愤, 林姨娘也是越说越气, 轻蔑道。 当日是我看走了眼, 还以为她真是个 大人大义的真切烈女, 把一干产业全给了 非几出的儿子, 自己隐退后头吃斩念佛, 没曾想, 也留了一手, 还整日摆出一副 我天大恩人的恶心模样来, 装的一副穷酸样来唬人, 若我有一份丰厚的嫁妆, 谁忍不好嫁, 当初她要不对我 藏着掖着, 我何至于? 第三十四集 这一次莫兰一句没接口, 看了看在那头正生气的母亲, 只嘴角动了动, 心道, 你姓林, 老太太姓徐, 府里姓盛, 她的养老提起拿出来 给你做嫁妆。 林姨娘一摔书本, 直起身子, 冷笑道, 哼, 不过也好, 这几年, 老太太在六丫头身上花费的银钱, 太太早就惦记上了, 不过是寿安堂被老太太, 看得活死个铁栅栏, 太太安插不尽, 也收买不了。 老太太到底有没有钱, 或有多少钱, 太太是全然摸不着路数, 想来想去, 也只有从六丫头那儿下手了, 墨兰听了, 心里没来由地痛快了下, 笑道, 叫太太去探探底也好, 没得全便宜了那个小丫头, 老太太再宠她, 也得顾着规矩, 府里姓盛的姑娘可不止一个呢, 当我和如兰全是死得不成, 总不能金山银山都归了她一个吧。 林姨娘摇摇头, 金山银山也不至于, 当初老太爷早逝, 还留了不少烂摊子要收拾, 老太太把老爷记在名下后, 又和三老太爷, 结结实实打了场官司, 险些惊动有私牙们, 着实舍进去不少家产, 后来又把产业整齐地还给老爷, 老太太纵算有钱, 也有不到哪里去。 瞧着吧, 太太这般搂银子, 恰见要强爱揽拳的脾气, 迟早又得惹翻了老太太。 林姨娘扶在银枕上笑了一阵, 慢慢脸出笑声, 正色对莫兰道, 以后你别与六丫头对着干, 今日瞧着她也不是个好惹的, 你与她好好做姐妹, 老爷和老太太都会喜欢的, 鞭血如兰, 正是打人骂狗的惹人眼。 不过, 要是能挑着五丫头和她呢, 那是最好。 娘说的是, 五个丫头和太太一个样, 抱住脾气一点就着, 好过呢。 忽然又神色暗淡了些, 天大哥哥和她全然不像, 心思深, 神机警, 读书这般好。 倒是哥哥浮躁了一些, 庄先生也说她学问不扎实, 不好好备考, 却喜欢同那些酸秀才结交。 林姨娘从炕上捡起书卷, 笑道, 别听庄先生瞎扯, 他厉害, 怎自己考不去功名, 都说少时了了, 大时未必, 我看大哥也不见得如何, 那些三四十岁的还有下考场的呢, 你哥哥才多大, 多结交些朋友, 将来官场上也好应酬。 墨兰端起硬窝盏, 慢慢喝着, 有些忧心道, 结不结交的也无所谓, 大哥哥眼看就要春围了, 说不准啊, 就一举种地了, 但盼着两年后的秋围, 哥哥也能高中才是。 林姨娘呼得皱起眉, 想起儿子屋里那几个小妖精式的丫头, 城市里穿红带绿涂脂抹粉的, 眉的勾引坏了她儿子, 不如。 就在迎信和九儿进了牧苍斋的第二天, 圣老太太发话。 太太说得极有道理, 六姑娘身边老得老, 小得小, 不堪用事。 江寿安堂的二等丫鬟翠薇, 也拨去给六姑娘使唤, 带到几个大的要配人了, 小得刚好能顶上。 明兰坐在右梢间的木炕上, 下头淋漓着一众丫鬟, 一旁是刚来的翠薇银杏和九儿, 另一旁是丹菊和小桃, 下手是几个三等小丫鬟, 只见明兰笑着说, 以后便仰仗各位姐姐了。 我身边这几个原是自小一起大的, 我没怎么管教, 都不大懂理。 三位姐姐都是老太太和太太身边得意的人, 便替我累着些吧。 咱们这院虽小, 但五脏俱全, 所以这一举一动, 都得合着规矩来。 翠薇姐姐是房妈妈一手调教出来的, 以后下头几个妹妹便烦狼宁了。 翠薇生的一张白净的鹅蛋脸, 看着便吻中和气。 乔姑娘说的, 以后一个院里住, 便都是自家姐妹, 我仗着老太太的谱便拖大些, 但愿各位妹妹不要嫌我才好。 她话虽是对着众丫鬟说的, 眼睛却独看向银杏和九儿。 银杏秀丽的瓜子脸有些苍白, 九儿低着头侧脸看去, 只见她撅了撅小嘴。 单局看了小桃一眼, 只见她还是憨憨的, 然后又去看明兰, 只见她小小的身子端坐在上手, 许是因为搬家劳累, 与老太太分别难过, 过年后她消瘦了许多, 原本白胖的小脸, 划出秀美柔和的弧线, 露出纤细秀雅的脖子, 一双眼睛便显得很大, 幽黑沉静的身不见底。 这样明镜灵动的眸子后面, 藏着怎样的心事? 当初搬出寿安堂时, 老太太不是没看出姑娘身边人手是断了当的, 自己和小桃还有那四个绿的都和明兰差不多大, 崔妈妈是有家类的, 不能日夜在内宅, 于是老太太她当时便要拨人过来, 不是脆喜便是脆威, 谁知明兰却拒绝了。 先等一等, 回头我次会向老太太要人的, 这话还说不准。 明兰脸上善着孩子气般的淘气, 神色却有些苦笑的意味。 总得等人家发了招数, 咱们才好应对啊。 当时只有老太太和房妈妈听懂了, 也苦笑着摇头, 单局却是一团糊涂, 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 太太是所有哥尔吉尔的嫡母, 插手木苍摘的事是顺理成章的, 连老太太也说不得什么。 自家姑娘早料到了太太会派人过来, 便预留了这一招。 果不然, 第一天给太太请安, 便送人过来了。 迎信和九儿一进木苍斋, 便对着比自己小的单局 摆出大姐姐的架子, 且又是太太派来的, 单局立刻就得交出明兰屋内的权利。 还好, 那边寿安堂义德消息, 便及时拨了个脆威过来, 年纪和资历刚刚好压了迎信和九儿一头, 且是老太太身边来的。 单局有些后怕地呼了口气, 在收完堂时, 他们几个小的便常跟着翠喜翠薇薇学东西, 如今熟门熟路的也不怕, 心里对自己姑娘敬佩间更添了些喜爱。 留着这个空档, 好让太太拍个差不多的。 若是一开始救了翠喜或翠薇在木苍斋, 当时太太派更有资历的, 难不成祖母要再派人来压制, 那不成婆媳打雷台了吗? 但愿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吧。 明兰拉着老太太的手, 一字一句慢慢地说了, 神色坦白无尾, 语气有些苦涩。 当时单局在门口, 听了之后心里一阵心惊肉跳。 圣老太太几十年鸡威之下, 便是当年最得宠的华兰大小姐, 也不敢试试直说的。 小祖宗位, 老太太可不是你一个人的祖母, 有些话是不能直说的。 谁知老太太一点都没生气, 反而疼惜地搂着明兰抱了半天。 后来单局偷偷问过房妈妈, 老太太会否不快, 房妈妈叹息道, 六姑娘是真聪明。 老太太活了大半辈子,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什么样的鬼祟又不知道。 六姑娘自小聪明懂事, 却独独在老太太面前一无遮掩, 不论好的坏的明的暗的, 把心里话袒露了个干干净净, 这是对至亲至爱的人才有的信任。 老太太这么多孙子孙女, 为何这般疼爱六姑娘? 应只有她真真正正拿一颗心来贴心孝顺老太太的。 单局听了, 深以为戒, 他们做丫鬟的何尝不是。 银杏性子和气, 爱说笑, 爱打听, 常跟着脆微奉承, 也愿意帮着做活, 两日处下来便和小丫头们混熟了, 久而有些娇脾气, 自管自得做事情和小桃倒是很合得来。 你觉得迎信此人如何? 宁兰坐在右梢间里临贴, 脆微和单局在收拾书架, 坐在抗击对面的小桃在给她绕线, 文言便抬头道, 人倒挺和气的, 好相处。 单局回头便是一句, 傻丫头, 你倒不怕叫人骗了, 谁知道她和你套进户是不是有所拖。 拖啥呀? 姑娘的事我一句都没说, 房妈妈的板子我可没少爱。 小桃摸摸自己的手掌心, 心有余悸。 小桃叫房妈妈管制了这些年, 轻易不会说姑娘的事。 翠薇轻轻走到门口, 掀开帘子往外看了下, 回头放心道, 姑娘只在意银杏, 便放心九儿吗? 你们仔细想想, 九儿的娘是谁? 银杏又是什么出身? 丫头出身呀。 小桃跳下炕, 把翠薇推上炕座, 翠薇推子了下, 然后挨着炕座下, 九儿便是那刘坤家的小女儿, 在家很受疼爱, 本该尽薇薇轩给如兰做贴身丫鬟, 但如兰脾气不好, 九儿也性子娇, 一个弄不好, 罚了九儿她心疼, 得罪了如兰王室不快, 墨兰那里是千万不可送的, 便只剩下一个名兰。 单菊走过来, 拉着小桃一起坐在下手的小屋子上。 房妈妈嘲说, 太太身边的刘妈妈是个民事里的, 想她不过是给九儿找了一个平顺的地儿, 不会打翻女儿做那阴丝之事。 倒是那银杏, 在府里是个没根基的, 非得做点事儿才好在太太面前报工的。 翠薇看着丹菊颇为赞赏, 心想到底是六姑娘的心腹, 呼得那边明澜说了一句, 可怜天下父母心意, 九儿有这么一个娘, 也是有福气的。 丹菊到底年纪小, 还一脑门子在纠结, 淫性的处理问题, 最威却十五岁了, 脸微微发红, 立刻想到, 刘妈妈若是想攀高枝, 便应将女儿送到大少爷身边去, 可她却送到六姑娘处, 便是不想让女儿做小。 待到九儿大了, 好好寻个正头人家, 风风光光把她从木苍寨抬出去。 明澜看着翠薇若有所思的脸, 再看看姐妹般的单局, 忽然间明白了迎信的奋斗, 有些怅然道。 唉, 女子在这世上活着不容易, 大家相处一场, 将来我也会紧密给你们找个好着路, 比如老太太带翠薇一般。 翠薇立刻红了脸, 单局却板着脸, 瞪了明澜一眼。 还主子呢, 这般拿自己的丫头打去, 翠薇姐姐是已经定了亲的, 回头姑娘, 多少天嫁妆才是真的, 也不枉翠薇姐姐, 从收安堂来给姑娘助力。 说着, 便瞎脸着眼睛去看翠薇, 意味调侃, 翠薇听着前半句还好, 连连点头, 觉得单局如此可叫, 结果听到后半句, 也是打去自己的, 便恨声道, 姑娘, 我别的嫁妆也不要了, 便把这个小蹄子, 给了我家小弟做媳妇吧。 单局大怒, 扑上来便要挠人, 翠薇躲到明澜身后, 明澜立刻遭了驰鱼之殃, 大家互相揉搓着, 笑作一团。 王氏知道, 寿完堂又送去了个大丫鬟后, 沉思了许久, 冷笑道, 哼, 老太太看得可真紧, 哎呀, 太太千万别放糊涂, 老太太正是在给你打招呼呢。 还是那句话, 老太太可明白着呢, 您要是一碗水端平了, 他也不会亏待四姑娘的, 瞧瞧, 他多疼大小姐呀, 隔三差五地往京城去信打听, 到底是自己的孙女儿, 不过是可怜魏姨娘去得早罢了, 太太何苦为难个丫头, 又何老太太不快呢, 如今百根争气啊, 才是最要紧的。 王氏捏着帕子, 面色沉沉。 安几个丫头过去也好, 总不能什么都蒙在鼓里, 该知道的也要知道, 点到极致就是。 这事还没完, 这天下午又有两个女孩被送去木苍斋, 刘坤家的亲自领过去, 并苦笑道, 这是林姨娘与圣红央告的, 没得自己妹妹使唤的人不够, 做哥哥的却呼奴唤臂的自己舒坦, 于是从长风房里播出两个最好的, 给六姑娘送过去。 圣红看了那两个丫头, 果然知书十里, 真些模样都很拔尖, 当时便十分感动, 狠狠表扬了一番林姨娘十大体, 和长风手足情深, 大约是受到表扬后十分鼓舞, 长风连续几日闭门读书。 看着两个柔美的女孩, 可儿和媚儿, 十三四岁的年纪, 一个娇俏, 一个冷艳, 窈窕妩媚, 风至婉然, 目苍着众人一片安静, 没见过世面的小桃, 摸着自己的肉饼脸, 呆呆地看着, 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单局, 暮暮地去看明兰, 迎信和九儿面面相去, 翠薇还算镇定, 笑着拉着他们的手说话, 明兰几乎要仰天长叹, 真是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虽赶紧向外宣布, 木苍斋低放小, 虽人位编满, 但一满苍, 请大家放心, 尽够使唤了。 明兰看着那两个漂亮女孩, 想起三哥长风的秉姓, 几乎想问一句, 您二位, 那个黄花依旧否? 刚动了下念头, 也觉得自己太邪恶了, 如此一来, 木苍斋便热闹了, 九儿有个当管事的娘, 便也生了一副爱懒事的脾气, 随便大事小事都喜欢横插一杠子, 刚进木苍斋没几天, 便全部把自己当外人, 一看见几个小丫头斗嘴吵架, 脆威还没发话, 他便扯着几个小丫头骂了起来, 口口声声要让他娘把他们撵出内宅, 小丫头们被吓哭一片, 单局不悦, 觉得九儿太愉悦了些, 不论黑猫白猫, 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 九儿到底把小丫头们震住了不是? 银杏倒是很低调, 手脚也勤快, 就是好打听, 还爱翻东西, 动不动就往明兰身边凑, 满嘴都是奉承, 单局费了姥姥劲儿才把他给隔开, 脆威训斥了他好几次, 你懂不懂规矩, 才来几天就往姑娘内屋闯, 姑娘的物件也是你能碰的, 打扫院子的活也别做了, 先从针线上做起, 别整日两眼乱瓢瞎打听, 银杏唯唯唯诺诺地硬着, 一转身我行我素, 小桃只好负责钉梢, 明兰安慰自己, 好歹也是进步意义的麻烦, 另两个才要命啊, 第三十五集 一次天气暖和, 几个丫头在明兰屋里收拾东西出去晒, 只听一声翠响, 梅儿把一个青花鼻喜给打翻了, 碎在地上一片, 明兰忍不住心疼道, 小心些, 若不成便放下吧, 叫单局和小桃弄, 谁知那梅儿信念一调, 低头降声道, 不过是个鄙喜罢了, 我在三爷屋里, 贵重的物件不知打翻过多少, 也没见三爷说一句的, 都说姑娘脾气好, 没想到, 明兰当时就僵在那里, 作为一个穿越女, 她并没有很严重的等级思想, 可就算是在现代, 打翻了室友或朋友的东西, 也该说声对不起吧, 面前这个如花似玉的小美人, 横眉冷眼的倔强模样, 好像还要明兰来哄她似的, 明兰生生顿在那里, 也不知说什么好, 一旁的小桃气不过插腰道, 哎, 你好大的架子, 姑娘还没说你呢, 你都先编派上姑娘了, 打坏了东西, 你还有理了, 这鼻戏与那几样是一套的, 是前年南边的伟大老爷 送姑娘的生成课礼, 打坏了一个, 这文房四宝变残了, 你念这三爷闹号, 来这木苍斋做什么, 觉得委屈赶紧回去吧, 咱们这妙小, 熟不下你这尊大佛, 妹儿当时便哭着出去了, 据说在屋里足足哭了两个时辰, 还得脆微去劝才好起来, 这还算好, 妹儿心高气傲脾气坏, 总算还在尽丫鬟的本分, 那可儿, 却是一副文学女青年的大小姐做派, 日日躲在屋里捧着本诗集, 伤春悲秋, 派给她的活儿也不做, 便是勉强拿起了针线, 动了两针, 又放下了, 掉一片叶子她要哭半天, 听见燕鸣, 她还要写两句杜鹃提血风格的悲情诗, 她不是正在酝酿泪水, 就是脸上已经挂满泪珠, 翠薇提醒她不要整日里哭哭啼啼的处主人家的晦气, 她当晚便顶着冷风在园子里哭了一夜, 然后病了一场, 秦桑温柔, 燕草爽丽, 使劲浑身解暑才逗她一笑, 她三天不吃药, 两日不吃饭的, 要人哄着陪着, 吕之气不过要收拾她, 被丹菊拦住了, 后来一打听, 她原是获了罪的官宦小姐, 那要怎么样, 她以前便是只凤凰, 如今到底是个丫头, 便改进丫头的本分, 咱们府里买了她来, 难不成是做小姐的, 这个好, 咱们都成了伺候她的了, 绿枝给媚儿看了一天的药炉子, 游在粪粪, 丹菊接过药罐, 细细过滤要渣, 心生怜悯道, 她以前也是被伺候着的小姐, 做了丫鬟, 难免有些心虚不平了, 她和我们是一同进服的, 这丫鬟都当几年了, 还扮小姐谱呢, 不过是仗着能诗绘画的做怪罢了, 这屋里, 谁又不识得几个字了? 碧丝是个悲剧, 她漂亮十字, 综合素质比其他三个蓝都强, 墨蓝如蓝虽水火不容, 但挑丫头时, 审美却出奇的一致, 不要容貌才华盖过自己的, 碧丝怕死了, 长风倒是喜欢漂亮美眉, 可惜名额有限, 便挑了更漂亮更有才华的, 碧丝又被怕死了, 最后来到了明兰身边, 燕草端着茶壶灌水, 她哄可儿哄得筋疲力尽, 让秦桑先顶着, 回头再去换人, 灌下半壶水后, 燕草勉励道, 这也是我们姑娘性子太好了, 一个两个都敢给姑娘脸子瞧, 这要是房妈妈在, 早就吃板子了, 旁边几个小丫鬟听了, 顿时怀念起房妈妈的眼力来, 唏嘘不已, 最后, 绿枝总结陈词, 都是叫三少爷给惯坏了, 却叫咱们姑娘吃苦头, 丹菊被郑姐妹派去明兰处, 转达群众意见, 末了也委婉道, 姑娘, 这么着可不行, 下头几个好容易叫房妈妈调整的规矩些, 没得全败坏了, 他们是太太和三哥哥的人, 总不好下他们的面子, 我知道, 妹要累着你们了, 可, 她父母亲人都不在了, 难免委屈冤枉, 冤枉? 翠薇奇怪地看着明兰, 姑娘在说什么呢? 我听我爹说, 妹儿那丫头的爹, 就是咱登州禁边的一个县令, 最是贪婪, 盘剥无厌, 这才叫罢官下狱, 家产充公, 家眷发卖, 她老子是外装管事, 家里天的丫鬟小丝都是她经手的, 明兰想起影视剧里, 那些受冤枉的忠臣良将的家人。 会不会, 她父亲是冤枉的呢? 我的小姐哟, 官员犯事罢官的多了, 累积家眷的十宗里面也没有一宗的, 没入教私房的, 更是百里无一, 哪那么多冤枉的? 妹儿她爹的事不少人都知道, 确实是个贪官无疑, 素日挥霍无度, 超没了家产, 还不够底的, 便累积了家眷。 男人犯了过错, 欺女何顾? 小桃刚好进屋, 他最近防银杏跟防贼似的, 累得脑门发胀, 正听见这两句美好气道。 姑娘, 贪官家眷身上的铃罗绸缎, 口中的山珍海味, 都是明知明高, 有多少被他颠弄得家破人亡的小民百姓, 走投无路卖儿卖女, 就不像他负债女长, 能进杂木府还是他的造化呢。 明兰善善地不说话了, 不能怪他, 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嘛, 抱怨归抱怨, 明兰稀释宁人, 想着慢慢叫化, 那几个不省心的总能被前一幕化的, 谁知教育计划, 没有变化快。 这一天早上, 长白哥哥来牧苍瞻试茶, 明兰答应给他做的棉鞋终于交货, 于是他顺便来收账, 明兰轻去迎接, 长白刚走进门口没几步, 就看见一个冷艳小美女, 持着条肘在扫地, 长白觉得他眼生, 便多看了几眼, 谁知他阳高了脖子, 冷冷地哼了一声, 神色高傲明艳, 长白立刻皱眉, 对着明兰道, 怎的, 下人这本没规矩, 你也不管这些。 媚儿羞愤地放下条肘就进屋了, 明兰很尴尬, 走了几步到了庭院里, 只见一个柔弱如柳絮的娇柔少女, 倚着一根篮柱, 轻轻迎着诗, 长白一听, 竟然是轻轻紫荆悠悠我心, 两次皱眉, 对丹菊训斥道, 丫鬟们识字懂事也就罢了, 怎么还叫这个?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何况是个丫鬟。 可儿脸色惨白, 盘扇着回了屋, 明兰很抑郁, 呵呵, 干笑两声。 走进屋里坐下, 明兰还没和长白说上两句, 迎信便抢过单居的差事, 一会儿端水, 一会儿上点心, 站在一旁一个劲儿的鸣嘴微笑, 一双妙目不住地往长白身上招呼, 小桃扯她也不走, 长白神色不渝, 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顿, 沉声道。 六妹妹该好好管治院里的丫头了。 说完, 抄起青鞋子扭头就走, 明兰差点吐血。 刚吃完午饭, 闭门读书的长风出来散步, 散着散着就散到了木苍斋。 明兰虽与她不慎相熟, 但也热情款待她进屋吃茶, 长风明显魂不守舍, 一看见媚儿便立刻起身, 叠声问。 媚儿, 你今来可好。 被撵了出来, 也不见得会死, 三爷不必挂心。 你, 你受委屈了? 这是可儿轻弱的如柳絮般, 一步三颤地来了, 长风目光都湿润了。 可儿, 你, 你瘦了? 可儿再也忍不住, 猪泪断了线式地往下掉。 三爷, 我到这辈子也见不着你了。 长风过去挽住她, 可儿立刻放声大哭, 长风不住地安慰, 木苍斋内哭声震天。 脆微单举几个, 看得目瞪口呆, 连迎姓九儿也傻眼了, 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然后转过目光, 一起去看明兰, 示意该怎么办? 明兰无语, 暗伤不已, 本以为够摔了, 没想到压轴系在后头。 齐大人在年前向皇帝递了折子, 皇帝大人便准了齐家三口回京过年, 庄先生便宣布放了短暂的寒假, 走之前, 预先送了份乔迁之礼来, 是个杨七架子悬的杨枝白玉笔木于庆, 旁边还悬着一个玲珑的白玉小锤, 这么大块的杨枝白玉真是通透轻盈, 明兰不敢放在正堂上招眼, 只放在卧室的书桌上。 谁知这一日, 墨兰和如兰一起来串门子, 本来如兰已经坐在炕床上吃茶了, 但墨兰坚持要参观明兰的新宅子, 拉着如兰静止走进了明兰的卧室, 明兰当时就觉得不妙了, 只听墨兰指着那个白玉庆娇声道, 哎, 这就是袁若哥哥送你的那个贺礼吧? 如兰定住了眼珠, 盯着那个庆足有半赏, 然后看着明兰再半赏, 那眼神让明兰背心一阵冷汗, 墨兰在一旁抿嘴而笑, 六妹妹真是好福气, 让袁若哥哥这般惦记, 姐姐我搬入微蕊时, 可没见她送过什么乔迁之礼啊, 袁若哥哥对妹妹如此厚爱, 不知是什么缘故呀? 明兰茫然地睁着大大的眼睛, 呆呆道, 对呀, 这是什么缘故? 胡姐姐, 你知道吗? 说着便一脸无知地去看如兰, 如兰看着墨兰一脸幸灾乐祸, 肚里一股无名火冒起, 再看看明兰两害相权取其轻, 便大声道, 这还不简单, 齐家哥哥在寿安堂时, 常与六丫头一处吃饭, 当她是小妹妹呢, 母亲说了, 咱家与齐家有亲, 都是自家兄妹, 越说越大声, 如兰都被自己说服了, 一边说一边看着一团孩子气的明兰, 都觉得自己解释得很通, 明兰拍手笑道, 啊, 吴姐姐你一说我就全明白了, 你好聪明啊, 千可连见, 如兰长这么大, 头一次在智慧方面受表扬, 墨兰还带挑拨几句, 明兰摇着脑袋天真道, 难怪往日里, 四姐姐三天两头往家属里送点心给袁若哥哥, 原来是自家姐妹啊, 如兰力剑一般的目光射向墨兰, 墨兰仗红了脸大声道, 你胡说什么, 我是送点心给两位兄长的, 明兰摸着脑袋, 茫然道, 哎, 我怎么听大哥哥和四弟弟说, 四姐姐的点心全塞给了袁若哥哥呀, 莫非我听错了? 说着疑惑地去看如兰, 如兰心中早已定案, 鄙夷地瞪着墨兰, 冷笑道, 呵呵, 四姐姐好手段, 真是家学渊远, 墨兰一掌拍倒一个茶杯, 李声道, 你说什么? 如兰心中一领, 要是扯上灵异娘, 她又没好果子吃了, 明兰连忙补上, 啊, 吴姐姐的意思是说, 待客热臣是咱们圣家的老规矩了, 四姐姐果然有圣家人的风范, 如兰松了口气, 满意地拍拍明兰的脑袋, 墨兰怒视他们, 明兰暗道, 没办法, 我是自卫, 笑着送他们走后, 丹菊冷着一张脸回来, 把门都关上, 正色对明兰道, 姑娘, 咱们得好好收拾一下院子了, 没得放这些小蹄子丢人现眼, 连累姑娘的名声, 就是, 就是, 明兰坐在炕上, 拿了一本真谱, 和一个绣花绷子比对着, 笑咪咪道, 不要急, 不要急, 你们什么都不要做, 让他们去呢, 你们出去串毛时, 捡那些要好的丫鬟婆子, 把这里的事都给说出去, 尤其是大哥哥和三哥哥来时的事, 务必要让太太知道, 嗯? 丹菊神色一亮, 启到, 姑娘你, 话说一半, 便不再说下去, 脆微摇摇头, 便是让大家知道了又如何, 还不是笑话姑娘管之不利, 没能耐, 到时候, 没准姑娘还得落太太的埋怨, 是啊, 太太不见得会给姑娘撑腰, 有的是人想看姑娘笑话呢, 明兰摆摆手, 示意她们别说了, 平静道, 晚饭后, 你们三个过来, 帮我做些事, 三个丫头只得郁郁地出去了, 明兰轻轻把窗开了一线, 看向外面, 只见那一片红梅鲜艳灿烂, 摇曳生姿, 冰天雪地也自成芳华, 说不生气, 是假的, 现在不是稀释宁人的问题了, 这几个丫头, 根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才敢如此放肆, 太太掌管圣家, 林一娘有钱有儿女, 她, 不过一个小小庶女, 只有老迈的祖母联系着, 他们笃定了她不敢惹事, 不敢得罪他们背后的主子, 明兰第一次开始理解古代大家庭的复杂之处, 她不怕收拾这几个丫头, 可不能得罪长风和太太, 她有靠山圣老太太, 却不能试试让她替自己出头, 她是所有孙辈的祖母, 不能一概偏心, 有些事儿她不能做, 得明兰自己来, 若她有如兰的地位, 也能惬意自如地当个大家小姐, 轻松度日, 可她不是,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她如今身在江湖, 想要置身世外, 才是可笑, 想想第一步, 先做什么? 晚上, 丹菊和小桃把门窗一一关上, 翠薇帮着明兰裁剪一张大大的白纸, 准备笔墨, 明兰道, 你们三帮我想想, 日常小丫头们, 有什么不得体不规矩的事儿, 整理一下, 咱们列出一份规矩来, 白纸黑字写下来, 回头, 好严肃他们, 翠薇觉得很好, 单局却很悲观, 我知道姑娘的意思, 可是就算写出来又如何, 咱们又不好罚他们的, 明兰开始添水淹没, 灯光下眉目燕燃, 唇边露出一对小小的梨窝, 展颜道,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饭要一口一口吃, 麻烦也得一个一个的解决, 你们先照我说的做, 不要为了这些不知所谓的人, 坏了自己的品性, 这些人不值得我损失平和愉快的心情, 小桃是最听话的, 说着便一五一十地说起平时瞧见丫鬟们不得体的行径, 翠薇笑着在旁总结, 单局心细, 慢慢把遗漏的地方补齐, 三个臭皮匠虽然未必顶个诸葛亮, 但却肯定比明兰自己一个强, 他们三下五去二便精简概括, 罗列成条, 什么不得随意离开木苍斋, 不得议论主家行事, 当职时应尽忠职守, 不得吵架声势, 不经招呼不得善进正屋等等, 三个女孩都是自小当丫鬟的, 最熟悉下边的细所忌讳, 一开始还有些顾忌着, 后来越讨论越周全, 明兰亲自给他们倒茶端点心, 然后纸笔一一记录, 说到深夜看看差不多了, 翠薇和小桃收拾散了一炕的纸屑和笔墨, 丹菊断了盆温水给明兰敬手, 一边细细揉搓着明兰手上的墨迹, 丹菊忍不住道, 姑娘,这真的有用吗? 咱们不能请老太太做主吗? 明兰用湿答答的手指刮了下丹菊的鼻子, 山人自有妙计, 丹菊扭脸避开, 嘟着小嘴, 拿干帕子给明兰包手, 明兰忽然想到仪式, 又执起笔来舔了舔墨, 在那大纸下面加上一句, 未完更新中。